幸运杯E star一队换二队节奏起飞 革命以空门排队跳车被调侃 真的太难了 最近革命与平台合作举办的幸运杯 打得如火如荼 虽然K票四强战队只有E star一队 但有其他K票八支一队的参加 是非常有排面的 可就在比赛的第一天 E star第一场与WE的比赛就上了二队 不过紧接着第二场比赛 E star就上了一队 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一队出现了 据说一队已经放假 感觉一队不达有几个原因 首先打了一场 应该是为了应付之前的承诺 其次一队刚打完挑背 十冠在即休息调整心态是有必要的 其三就是作为冠军战队 更比自己弱的队友打训练赛 是得不到提升的 同时还会露出更多的破绽和习惯 所有就是奖金属实有点少了 但这也只是小时哥猜测罢了 说到奖金 网友粉丝们也在调侃 革命以太扣门了 开始说的也许是50万或者20万总奖金 最后却定价了10万 并且还表示 这是在革命的直播间 收礼物都不值这些钱 革命以太扣表示 跟平台谈的奖金 可说回来 不管谁出的 能请到90战队 跟平台有很大的关系 反观这些战队 几乎应该都不是为了这点奖金 也只是井上添花 当训练赛达 也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些粉丝又提到了 葛大爷与铁粉互送礼物的事 铁粉非常用心的准备了 结果葛大爷却给忘了 事后也只给铁粉补了件T恤 就是因为这事 就被粉丝们调侃 T恤格非常扣门 最终导致 葛大爷在直播间鞠躬 诚恳道歉 在场最近因为与孟磊五拍缺人 可当孟磊拉过人后 葛大爷居然跳车 重组多人时间 结果6.6去了OB视角 导致节奏起飞 不得不说 人要不活这些事从来没有 人要过起来 一个不小心就被看在了眼里 葛大爷真的太难了